宇哥当年杜兰特换当时任意奉献 勇士是否就无法两两贯 我感觉依然能够做到宇哥讲讲 换当时任意奉献呢 任意肯定不行 你要说给个保罗乔治这个级别往上呢 绝对更稳 甚至有可能三两贯 只不过呢 那保罗乔治会不会加农勇士呢 这个事我感觉值得爽去 因为乔治愿不愿意 就这个阶段就是在一直干尽总爱赛级别的球队 他去抱一把呢 以当年乔治在东部横岛立委的那种精神属性来看 很难解释 就是去金正老师 所以他不见得选择 金马特勒呢 以他的个性 宁为鸡头 不为氛围 他也不见得愿意主动选择金正老师 所以这个级别往上的不太好找 这个级别往下呢 那就是 争冠肯定是没有那么稳 但勇士队绝对也仍然是起步的第一种 你不要忘了两年干进总维赛 而且队内潜力无限 仍然还有继续挖掘的空间 仍然这个团队啊 还是昂扬向上的一种尽头和势能的 即便跟勒布朗·张姆斯再打两年总维赛 我想觉得起码也能做到 一比一打平 因为你别现在一整就谈啊 什么呢 2017年没有杜兰特勇士队必败 哪有那么多必败呀 那2016年怎么呢 克里夫兰骑士是吊打勇士 骑士就差一点的 很悬就败了 当然骑士 所以勇士队呢 按理说他这个时间是站在这支球队一边 真说打2017年很有可能把骑士就拿下了 就是不拿下 18年也属于竞争手势 未来两到三年 起码也是一个冠军打底 如果没有杜兰特 有杜兰特之后 这个作用主要体验在哪呢 就是勇士队啊 能够抗衡一切 非篮球运输了 宇宙战舰一旦形成 什么效果呢 就NBA呀 他相关的规则以及这个商业联赛上层的逻辑和上层的想要贯彻实现的一些这个做法呢 他有时候能够起到干扰比赛的效果呢 这个就点类似什么呢 类似于这个法治和法治 这两个字不同呢 体现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三点水那个字呢 就是以法治国 对不对 法才是最高大法 法治呢 要是制度的字呢 其实本质是人质 而面呢 说实话不是法治 不是三点水那个字 而是法治 就是说 总裁以及各自求队的老板 结合整个联盟的利益 他会有一些其他的小的看法 而一旦拥有杜兰特之后呢 宇宙勇 就是法外狂徒了 无法无天了 就NBA连赛 哪怕说 有意义的 让这种系列赛 我想尽可能打长点 做不到了 除非凯文杜兰特 他的自我意识膨胀 才能做到 因为你比如说 那几年这个打火箭 为什么说 17到18赛季打抢旗呢 勇士在没有杜兰特的情况之下 打火箭 长 这个 应该是20胜二伏 就一直以来跟火箭打 没有杜兰特 无论长尾赛季有赛 20胜二伏 有杜兰特的 反而打得更被动 因为那会儿 杜兰特自我意识膨胀 一路到一起赛季 那个版本的金融勇士 无法无天的状态 因为杜兰特 荣誉球队 荣誉得非常好 哪怕说 这个裁判呢 各方面不利因素 无打吧 我也能熟悉你 就当时他带给 勇士队的是这种效果 因为杜兰特 当打这年MPP 巅峰加盟 总决赛级别球队 又是七十三胜金融勇士 那就无法无天了 没人能够管得了 当时勇士队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